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随堂练习 解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2x加19 2x加19 会等于3x加5 我们会发现在等号的左边跟右边都有x 所以我们为了要让这个x只有集中在一边 我们会把这个右边的x搬过来 移向移过来 那么移向移过来3x在这里是加的 所以搬过去会变减的 因此它就会等于2x 减掉3x 加19造超 等于5造超 好接着往下做 2x-3x 就会等于-x 加19造超 等于5造超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加19 移向移过来 那加19移向过来就要变号变成-19 所以4次就会变成-x 会等于5-19 那5-19等于-14 所以我们就知道-x 就会等于-14 那这个-x是-1乘以x的意思 所以我把这个-1移向过来乘的就会变除的 因此x就会等于-14除以-1 因为-1原本在左边是乘的 移向过来变除的 那-14除以-1 算出来就是14 这是第一小题 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6x-8等于4x加5 右边有x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x搬过来 搬过来4s在这里原本是加的 所以搬过去就会变-的 移向要变号 所以它就会等于6s-4x-8造超等于5造超 接着下来继续往下算 6s-4s就会等于2s 然后-8会等于5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-8搬到右边去 那-的搬过去会变加的 所以就会等于2s会等于5加8 那5加8加起来是13 所以2s就会等于13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2搬过去 这个2x是2乘以x的意思 所以搬过去乘的就会变除的 所以就会等于13除以2 算出来了就是13除以2 也就是2分之13 那第二题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题 7x加10会等于10-x 我们先把这个-x移向移过来 移过来减的就会变加的 所以就会等于7x加x 所以就会等于7x加x 然后加10造超等于10也造超 接着整理一下7x加x就会等于8x加10等于10造超 然后我们把这个加10移向移过来 那加10移过来就会变减10 所以8x就会等于10-10 那10-10是0 那8x等于0 那8x是8乘以x的意思 所以移向过来x就会等于0除以8 因为8乘以x移向过来就要变除的 那0除以8还是0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x就会等于0 最后我们来看第四题 5-3x会等于x加9 我们先把这个x搬过来 x在这里是加的 搬过来会变减的 所以造超就会变成5-3x-x 会等于9造超 接着整理一下5-3x-x就等于5-4x等于9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5搬过来 那5在这里前面是加的 所以搬过去会变减的 就会等于-4x 会等于9-5 那9-5等于4 接着-4x就是-4乘以x 所以我要把-4搬过去乘的会变除的 它就会等于4除以-4 除以-4它就会等于-1 正负的-4除以4等于1 所以这一体的答案呢 x是等于-1 那这一体呢 我们就做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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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就做完了